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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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一起高呼口号 代表邱季泰要正式投入立委选战 今年31岁的邱季泰 曾任张胜正竞选团队的青年发言人 也是议长邱玉胜的秘书 而他同时也是邱玉胜的侄子 现在要亲身投入选战 挑战桃园第六选区的立委赵正宇 这些年来 在议长邱玉胜服务处担任秘书 去年的竞选期间 担任张胜正市长的青年发言人 勤走地方后 乡亲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未来我来争取 我来执行 今天季泰 是我从小看他长大 是一位非常年轻 而且很上进的一位年轻人 我想他过去在服务 处已经有这个服务的经验 如果大家愿意给他机会 我想他去到立法院 一定能够为我们复兴大西巴德 以及我们中立十二个里 甚至于我们的桃园市 做更多的事情 现场聚集许多桃园在地议员 除了国民党议员 还有多位武党籍议员现身 展现桃园市议会与国民党 与武党籍党团一致力挺的氛围 而邱吉泰与邱玉胜都表示 还是会遵循党内的初选机制 年轻人站在台湾 这个政治的这条路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新的一个态度 我想现在的中央政府 地方也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 这个立法委员 来为我们桃园来发声 争取建设也好 地方的福利也好 我想邱吉泰 他有这个心要为这个选区 乡亲来服务 我也拜托第六选区的乡亲长辈 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亲力亲为新态度 我想亲力表示我年轻的力量 让我更有动力来请走基层 请走地方 来倾听地方的名义 把所有市民的心声 在未来在国会能够去执行 能够去争取 距离大选不到一年时间 青年新面孔的加入 也有在地老将体系力挺 势必为这场选战再持续加温 记者林源松林德操采访报导